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在一个新区 所以说呢 离当场比较远 但是它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它的价格很好 这个房子呢 这个区域呢 其实是现在目前为止30岁左右的年轻人最常选的一种房子类型 如果你是不想要百万的豪宅 想一个经济适用房的话 这个房子肯定是你优先选择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是一个崭新的房子 不是二种房 对不对 差不多48万加币起的话 就能买一套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小别墅 对 而且没有GST 没有税 对不对 全包含在内了 太好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频道 我们主要是硬粉丝的一个要求 帮助大家选择一个比较适合在加拿大安的街 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让大家更好的在卡尔加里安加洛铺 没错 找到你温暖的港湾 没错 所以说呢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点击下方下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做过任何一期有用的内容了 订阅 分享 加上喜欢三连 好吧 没错 赶紧看下这个房子 好吧 OK 走 今天带大家看的这套房子的面积是在2000尺起的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这套房子它一楼的这个厨房还有客厅的位置 从这个装员风格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的配色主要是金金属色加上这个黑色的设计 这个呢是相对复古一点的设计 非常的有质感 从它的这个厨房的配色大家可以看出来啊 也是非常有质感的这种金属色加黑色的配色 那如果说你个人呢不喜欢这种配色的话呢 在你购买的过程当中完全可以按照你个人的喜好 去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搭配 所以说我们新家或者说新建的这些社区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隔断 所以说你可以看见这个非常的通透 如果你在这用餐的时候 你同时可以看到厨房里忙碌的人 还可以看到客厅里的朋友 非常的棒 因为地下室没有装修我们就不是开玩的 因为地下室没有装修我们就不是开玩的 但是地下室没有装修正好给你一个特别棒的想象的空间 你可以做健身室 你可以做棋牌室 我们现在呢去它的二楼看一看 好 现在我们在的是二楼的bonus 我们也就是说一个休闲娱乐的地方 如果你是在周末的时候在这里喝喝茶 看看电视还是非常好 因为它是一个样板 所以很多的家具都非常的考究 比较有效率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二楼的主卧 然后它旁边呢是带有一个完整的卫生间 淋浴间 还有一个walk-in的这种closet 究竟可以步入室的这种衣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套房子的面积呢它虽然并没有那么大 但其实它的这个主卧设计还是非常的舒适的 它放的是一个kin size的这样的一个床 但是完全没有拥挤的感觉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小孩的一个卧室 在北美每一个小孩都有自己独立的卧室 虽然没有独立的卫生间这里有个壁橱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它布置的还是很温馨的 这是一个以哈利波特为主题的这样一个小卧室 非常的有童趣 好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洗衣房 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洗衣房是在二楼 非常的方便 你比如说我们家的洗衣房是在一楼 我每次都要搬一大筐衣服从二楼搬到一楼 这就不太方便了 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呢是二楼的洗手间 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干湿分离的洗手间 也就是说如果有的人在用马桶的话 这边两个洗手池还是可以持续使用的 它这个房子设计呢就是为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小孩的家庭设计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两个小孩 每个人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洗手池 然后你上学之前就不必特别的匆忙 也不会打架 下面带大家看的这个呢是二楼的第三个房间 所以说呢如果你有两个孩子的话呢 爸妈住那个Kinsass大的一个主卧 然后两个小卧室呢给孩子住是 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了 他的这个居住面积完全就是说 够一个年轻的新的这样一个家庭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房子 或者说如果你喜欢其他价位的房子呢 可以给我们留言 因为你们的支持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新频道的话呢 不要忘记分享订阅加点赞三连哦 好了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吧 下期见